好,我们来谈SquireG3扩充积木的安装或者增加 那SquireG3是一个Open Source的软体 所以它SourceCore是有公开在网路上的 那我个人目前操作的环境 平时我是使用Linux作业系统 那目前是使用模拟机 虚拟机器来示范 那文章我放在梦幻天地部落格里面 5月31号有更新一个SquireG3增加扩充积木里面 文章放在这里 那首先我们要增加扩充积木的话 我们可能要去修改到SquireG3的SourceCore 所以我们要一些工具 在Linux下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不过今天 因为多数人都在Windows下作业 所以我们才Windows下的示范 那Windows下我们可能要 事实上Linux下也是要这些 只是有一些工具在Linux下 它是预设就有了 你不需额外安装 那Windows下你没有NPM 没有Git 还有一个文字编辑器 那文字编辑器个人习惯的话 是用Notepad++ 你习惯其他的也OK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两个软体 那其中以NPMU更重要 那在这边有挂有网址 你可以按右键分页开 三个都一样 按右键分页开 就会开出这三个 这三个 那Notepad++进来是这里 你下载最新版就好 进来最新版以后它会下来 那我们都安装64位元的版本好了 这64位元的 这是Git 另外一个是 Nord.js 就是NPM 这个程式我们也下载64位元 Windows 64 当然有其他作业系统的 你自己参考看看 Notepad++ 进来以后64 Install 下载完我们的档案总管 在下载下 就会有这三个档案 好我们来安装 Notepad++按右键 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是 安装装起来 下一步是同意下一步 这大概没有什么就是 这边看你要不要勾 就是在桌面上有这个 通常我也不装 因为它按右键直接 开启比较快 桌面上多那个图示 没什么意义 要不要执行可以选择不 不然它会开一个说明画面给你 再来一个是 Git按右键 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是 安装的过程大部分也都是下一步下一步 就装了 下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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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它预设的安装就可以了 用它预设的安装就可以了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等待 它就帮你把程式安装好了 再来一个就是 Nord.js 要不要看说明 注意不用看 好接下来是nord.js 按右键安装 这边就没有系统管理员安装了 那就直接选安装 下一步 同意下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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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好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三个软体的安装